- 聽說這裡有一群選手 專門在跟別人比手術 講到手術呢 怎麼能不來會會他們 各位選手們 - 聽說你們手術很快 - 你想要挑戰我了嗎 - 今天只要能挑戰贏我的這邊的禮物 - 就自己挑 - 嗯 - 嗯 - 嗯 - 不好意思 - 不好意思 - 準備好了 - 準備好了 - 第一位挑戰者 - 我才是挑戰者 - 準備好了好不好 - 準備好了 - 無敵 2 3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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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8 8 很難耶 太快了,我才跌到一個363而已 為什麼後面躲著一位小選手 就是你 來 你抓我嗎 來 夠 一二二三 各位選手們 我們一個月後再戰 多帶一點零食啦 不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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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健身房後 我開啟了我的疊背生涯 順著理事長行動就像走路一樣 左右左右的切換 避免同一隻手連續做出兩次動作 我們按照這秒數 都是右手投手的數 然後你再收飛的時候 都會把它換掉 這樣子的話才有辦法變快 快點來 哇 光是這樣子順順的走 這秒數感覺就快很多耶 沒錯沒錯 光是把順序做到位前三天我就感受到自己的突飛馬進 第一天就達到了平均速度24秒內 第二天21秒 第三天開始幾乎都在20秒內就完成了 哇 照這個進步速度不用兩周 我應該就可以在10秒內完成了吧 但當競技運動牽扯到速度以後呢 就完全進入到另一個領域了 當我開始想要提升速度後 開始不斷的發生失誤 接連幾天我的秒數都卡在了16到18秒左右 越是想快就越是容易失誤 啊 啊 不行 比起在錯誤的方向上努力 倒不如好好找出問題出在哪裡 我比例的當天最快秒數7.2秒的選手 跟我最快的一次疊杯做比較 我發現到我們抓杯的手指有一個非常致命的差異 選手的石子呢基本都握在杯子的下緣 在放杯時可以很輕鬆的讓杯子滑落 而我基本呢都是抓在杯口 這導致呢我很容易控制不好力度 一不小心就會捏住重疊的杯子 讓它無法順利滑落 另外我也發現選手的上半身幾乎都是面對著正中間 左右兩側的杯子都是用余光在看 相較之下呢 我根本就是在做戰力的轉體 另外還有像是一些收杯的方式 這個地方呢我是用雙手去收杯 而選手則是快速的用單手撐沉 光是這幾個細節呢就可以讓選手在這個疊杯循環中 哼哼的把我甩在後頭 看不見車尾凳 這周日呢我就要再次去找 疊杯競技運動的選手們指教了 那我目前最快的成績呢也才14秒 幾乎是所有選手們的兩倍時間 你知道這是什麼概念嗎 就是把選手的影片用50%的慢速播放 剛好可以跟我同時完成 那最後一周呢我開始學習模仿選手的動作 那真的可以說是分秒必增 只要一個小小的失誤呢 就會讓你成績多增加個2到3秒 其實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這些選手們能夠每天這樣不厭其煩的練習疊杯 無數次的重複相同的動作 那有的選手呢甚至練了超過10年以上 難道他們都不會覺得無趣嗎 只要某天我又再次突破自己的最佳紀錄 我驚覺到了自己剎那間 發自內心充滿喜悅的當下 那個為自己慶祝的片刻 只因為我又進不了那0點幾秒 我找到那個專注在一件事情上 單純只為了享受眼前這個遊戲 那種超越自己的愉悅感 我才理解到為選手們最大的差異 對我來說 蝶杯是一個挑戰 但對選手們來說 蝶杯競技運動在他們眼中 則是一個非常好玩的遊戲 透過這樣運動 自己能與同儕較量 被認可 被稱讚 從中得到自信如喜悅 透過這次的挑戰 我似乎也被喚醒了那種 最單純的喜悅 深深被孩子們提醒的那種 單純的美好 來 來 臘血奶娘回來了 來 照理見 肚子餓了 我準備好了 今天打算覺得我幾秒 8 8秒 所以我如果16秒 比較在爬 會有自信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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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哇 哇 4個數 4個數 欸 等一下我們 小數點後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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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不論不論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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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了解 很棒 很棒 1 OK GO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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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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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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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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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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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2 2 2 3 2 2 2 贏了 怎麼樣 選手怎麼說 7秒 來 開始 G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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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贏了 怎麼樣 只是可以說浪六秒 留給後面 好 留給後面 準備 一 二 三 三 啊 啊 三 啊 我剛剛似乎太多了 不然我就12秒 那6秒 好 好 大聲說出你要讓幾秒 7秒 Yes Let's go 哇 幹嘛 不要啊 欸 前面很順的說 不行啊 我這樣勝之不武欸 哇 來了 落個懶人家 讓幾秒 我今天 我覺得最感動的就是從浪花那邊 跟很浪漫一樣 他們感受到壓力了 他們感受到壓力了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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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這樣是犯規 我是不是應該 我是不是應該回復上一動還是幹嘛 對 10秒先收 10秒先收點然後重點 然後用還沒開始收 對 我剛剛在示範規則 蛤 對不對 雖然在今天的交流中 我平均秒數不盡影響 比練習詞的成績還要慢 但卻有一次 遠超自己的疊背紀錄 已經進了12.6秒 比我的生涯最高紀錄快了1秒 更是比我一個月前快了15秒 謝謝 謝謝 觀眾們最後提到 第一位這項運動 可以讓他們 學會堅持 並且更專注 希望能認識更多朋友 最重要的是 突破自己後 會非常的有成就感 也希望看影片的大家都 能在自己的領域中 堅持下去 不斷地突破自己 找到那份成就感 我是時間概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